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同学大家好 这里是小冬老师 我们继续跟大家聊一下 我们在最后面这边为处理机 要跟大家讲一下电脑 尤其是一般桌上型电脑 常见的架构以及它的元件 大概是什么样子 因为我们在讲电脑 除了在讲它的内部的个别元件之外 它到底是整个统合起来是怎么样子的呢 各位您可以就稍微参考一下 在讲这个之前 也跟大家就是稍微 个人小推荐一下有一个游戏 就是电脑组装模拟器 如果你有就是玩过这游戏 你应该就发现到说 当然我们最好的游戏 还是硬体装修丙级跟乙级 不过如果您知道这些东西的话 您大致上你就会发现到 电脑整个架构对来说其实不是问题 不过呢在这边我们还是要跟大家 好好地去聊一下 今天主要会分成两节的部分 第一节部分是跟大家讲一下 我们桌上型电脑的系统架构 第二个是跟大家讲一下 我们电脑元件 大致上有哪些元件的部分 第一个桌上型电脑的系统架构 大概是长什么样子呢 大致上就会以这个图形做呈现 你会注意到的是我们电脑的架构 除了我们的intel的处理器之外 除了我们上面这边写 我们上面这也是intel i7的处理器 除了这处理器之外呢 我们再衔接出来 我们再衔接出来到我们各式各样的 电脑的元件的时候 其实通常会经过很多的晶片 首先经过的事情是我们会到这边的 所谓的北桥晶片 这边写的是X58的晶片 那它当然中间传递的方式 是我们intel的QPI的一个传递模式 前面来跟大家介绍 我们QPI、UPI、Intel的 让它传递速度变快的一个方式 在这个方式之外呢 它旁边也会有一个DDR3的一个主记忆体 让我们的intel计算出来的东西呢 可以先暂存到我们的主记忆体里面 那这个北桥晶片呢 它会帮我们把资料去做一个进一步的分野 分野分成怎么样呢 它会先走PCIe走到我们的显示卡 显示卡呢 就可以显示出萤幕的状况啊 所以你会注意到 是显示卡 它其实需要的资料传递量 其实算非常的大哦 它要直接从北桥这边 它就是把资料拿出来了 那北桥这边呢 它也会把资料传递到南桥 北桥和南桥算是一种 中文上面比较简单的一种界定方式 相对来说北桥呢 南桥则是在处理一个速度 相对来说比较没有那么快的一些处理方式 所以呢 南桥晶片它会处理哪些东西呢 包括它会处理我们外部衔接的键盘滑鼠印表机啊 我们本身的网路啊 本身的SATA的硬碟啊 或者是我们的音效等等的 这些外部衔接的 基本上都会是以南桥晶片去做控制的 那当然BIOS本身在支援的东西 或者是控制的东西呢 也会主要是跟南桥区进行沟通的 但以现在的情况之下 我还是要强调的是 这张图绝对不会是现在的情况 为什么 因为现在的情况之下呢 我们随着PCIe的传递速度变快到PCIe 4.0 然后我们到SSD的传递速度变快 到现在SSD如果用PCIe 4.0 它的速度可以到每秒6000MB的以上速度的时候 你绝对就不可能再用南桥晶片去撑下这样的速度 所以目前南北桥晶片它的分野 它其实是越来越薄弱 重点还是我们在看每一个东西 它到底需要多少速度 以及我们到底该怎么合理的分配啊 那 这时候就有另外一个问题啊 既然是这样的话 那为什么当初不全部给你搞北桥晶片就结束了呢 还要搞一个南桥 其实无非就还是一件事情叫做成本的问题嘛 如果当你今天不需要这么快的时候 你却搞这么快的东西 然后去拉这么长 那么厉害的会流牌 去做这么大抗干扰 那你花的钱一定就会比较多嘛 那花钱一定会比较多 但是你又感受不出这个差异 那你花这个钱 你是土豪还是就是有钱没地方花吗 通常不会造成这样 而商家呢 通常为了达到最好的竞争力 也会把这些 我当然可以换上去 但换上去对你的使用感觉 没有任何差别的东西给省下来嘛 我们不会莫名其妙在一些 就是很不需要的地方去花很大笔的钱 因为这没有意义嘛 花钱当然就要花值得的地方 所以这大致上会是我们的 我们的电脑的大致上的结构 那么这大致上的结构呢 这边还是跟大家再重复一下 我们的北桥晶片 它其实的全名是 Memory Controller Hub 那我们的南桥晶片呢 则是Io Controller Hub 或者是有一个叫做PCH Platform Controller Hub 你就会注意到的是 这边的所谓的北桥跟南桥晶片 它其实主要是在做一个分野 就是说我们在前面CPU需要 比较快处理的时候 我们就把它存在北桥晶片 因为北桥晶片呢 它是可以直接控制记忆体的 那控制记忆体的话 我们CPU跟记忆体之间交换速如果越快 我们处理效能就越好嘛 相对说南桥晶片它主要则是在控制 例如说像是我们的扩充设备 我们扩充的Io Input Output的东西 或者是我们整个的平台的扩充的部分 我们整个平台扩充的部分 因为它需要速度没有那么快 所以我们就放在南桥晶片 所以我再三强调的事情是 现在南北桥它其实很难一个速度的划分 但是我们有没有Memory Controller Hub 我们有没有Io Controller Hub 当然也是有嘛 要不然你这些东西怎么接 只是要用单纯以前南北桥做分野 可能会稍嫌困难一点点 不过还是请各位务必记得哦 那么这边还跟大家再稍微用文字的描述一下 就是我们的北桥晶片X58 它跟CPU都使用的QPI的通讯 这个界面呢理论上的值 可以达到25.6GB每秒 那另外有36个PCIe 2.0的通道 那这2.0的通道呢 就像我们前面的图 我们就是有2.0的通道来 来连接这个显示卡 它取其中的16通道来连接这个显示卡 所以它还会有剩下20个通道 来去进行其他的扩充 不过呢 当然这个通道其实多少 它就是跟它的钱有关系嘛 你通道如果有希望越多 那你的造价当然就越昂贵啊 那X58透过DMI跟南桥ICS 使它去做一个互联的情况 它的最快速度可以达到每秒钟2GB 你就会注意到这2GB 跟前面的25.6GB 它是不是其实真的差非常多倍 它总共这样差了12倍以上嘛 那这样差了12倍以上的话 其实你就会注意到是南桥 它在处理的东西真的相对来说 比较没有那么快 也不需要这么严苛啦 那么我们这比较慢速的话 我们比较慢速的通讯啊 跟控制的话 就会交给这样IH10的南桥晶片 去做一个控制 那IH10它会提供6个3Gbps的SATA负 12个USB的2.0的负 还有他们的网路连接 音效卡这些 音效的相关这些比较慢速的周边功能 所以即便你这些功能全部给你吹到满 你的急速也就是每秒钟2GB 所以我刚才前面也有说到的是 以线状底下的M.2的SSD的情况 如果你是用在PCI 4.0的话 那么PCI 4.0大致上我们用带M.2SSD的话 其实很常见是我们每秒钟6000MB 每秒钟6000MB以上的速度 那你就会注意到的是 我们这个速度南桥晶片绝对100%跟不上的 所以我们现在要单纯的以速度来去做划分 真的非常困难 因为电脑在进步 我们的速度需求量也都在不断的上升的时候 其实要这样控制真的会比较难度一点 或者是像现在USB4.0或者USB3.2之类的 它里面如果Thunderbolt的传递方式 它里面甚至它可以把它传递画面输出出来的时候 你用这样子慢晶片的传递模式是绝对来不及的 所以我们还是一样强调的是 这个东西它要存在 这个东西的分野它也是有 只是在现状底下它是越来越去模糊的情况 那么电脑系统架构呢 前面讲了一般做商业电脑 这边跟大家稍微看一下 我们的iPad2的一个我们的一个控制模式 iPad2这个控制模式你就会注意到 是控制模式非常的不一样 它除了前面的我们说一些CPU 我们的显示这些东西之外 它整颗处理器它就是放在一个Apple A5的处理器里面 那在Apple A5处理器里面 它接到的东西绝对不只有萤幕跟触控板这么简单 它还会接到我们所谓的电源管理 我们接到我们的读卡机去读取资料 它还会接到我们各式各样的周边 例如说三轴陀螺椅 加速度器环境光感 进场感应 电子螺盘 或者是有的没的 这些各式感测器 那还有前进的后镜头 GPS 然后蓝牙跟WiFi 这东西就需要天线 然后还会接到NameFlash 它们的快据记忆体 然后还有我们相关的音效的编解码 这些东西它其实都是针对于行动载具而生的东西 所以我们穿到的电脑它其实没有那么复杂 但它们着重在我们的效能 我们的传输速度 但新的我们的手机 我们的iPad 这些东西因为我们一般人要去使用这些各式各样功能 所以这些各式各样功能 绝对是需要去做个别独立的传输跟处理 我们才有办法好好处理的嘛 因为你可以想象的是 蓝牙通讯协定 它绝对不可能跟M2的SSD的通讯协定一样嘛 那不然传到死都传不完啊 所以我们会注意到的是 这些通讯协定非常复杂的情况 而我们手机我们的平板使用的状态跟模式 相当的复杂的情况之下 它所需要在处理器里面 沟通跟协调协定就相对的会是多蛮多的 所以第二个部分跟大家聊一下 目前电脑元件大致上有哪些东西呢 这东西其实各位您上网去Google 然后你会发现到主电脑到底需要哪些东西 您大概就会看到这边了 主电脑我们需要哪些东西呢 我们需要首先第一个主机机壳 你总知道有壳的吧 第二个你需要储存这套硬碟 这应该也没有问题吧 第三个你需要的是我们的CPU 你没有中央处理器也没办法运算嘛 第四个你需要主机板 你CPU跟你的那些硬碟啊 那些有的没的东西 它没有办法进行沟通的话 那你要怎么去跑 所以你也需要一个主机板 去让它接上电 让它去跟各式各样的 传输处理元件去进行沟通嘛 然后再来你需要记忆体 你CPU送完东西 总是要给它暂存的速度 让它可以去做暂存 去放开网页 放去存下目前工作状况 再来你需要电源供应器 你一个电脑元件 你一个电脑产品 没有电它怎么动也没办法嘛 再来你需要周边装置 至少至少你要键盘滑鼠跟荧幕吧 当然还有个喇叭 或者是耳机也比较好嘛 要不然你这样 你怎么正常用电脑 还有最后一个 很多人可会忘记的 也就是作业系统嘛 作业系统 你没有惯的话 你怎么开机 你连开机都没办法 这些当然是我们简单的 电脑的元件的一个论述 所以这边一个小结论是什么呢 那我们小结论来说的话 这边重点需要各位记忆的就是说 电脑主机板以前有所谓的 北桥跟南桥晶片 而这些北桥跟南桥晶片呢 我们分别北桥处理快速的 比较高速传递的部分 南桥晶片则处理比较慢速 比较扩充元件的部分 而电脑元件主要有我们的 机壳 记忆体 硬碟 电源供应器 CPU 周边装置的输入跟输出 主机板 还有作业系统 而这些东西 我们后续会针对一些 比较重要的部分 再跟大家稍微做一下介绍 以上是我们今天的内容 我小冬老师 我们下次再见吧 拜拜